HELLO 大家好 港股在十一假期之後回來的十月第一個交易日 就開局失利 上午就跌超過四百點 落到二萬七千三百點的水平 我們看看恒指今早的走勢 見到港股今早是低開七十二點 之後跌幅是迅速擴大 去到超過三百點 上午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二萬七千四百點附近上落 最多更加跌過四百六十三點 低見二萬七千三百二十四點 半日成交都有四百六十九億 恒指中五收市跌四百五十四點 收報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三點 至於國指就跌一百九十點 中五收報一萬零八百二十七點 立即請來今日的嘉賓黃偉豪Rafi和我們一起談談 Rafi你好 Rafi你好 Chaffi你好 見到內地方面 因為十一黃金周 A股全星期都要休市 港股通到十月八日才恢復 見到港股之前都跟著A股走多 見到今日A股一休市 港股先行向下 其實是否今個星期 港股的表現都會一般 是呀 既然和你這樣說 我相信今個星期來港股 就算未必怎樣大跌都好 可能都比較反復一些 或者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因為剛剛你剛才說的 怎麼樣重要就是 前一輪 特別港股由26219 低位彈到上去 上個星期 差不多2198這些位附近 很明顯都是靠A股大動 所以你說當這個星期沒有了A股 那對港股會少了一個 所謂的方向或者指標 再加上今天來講 為什麼要這樣跌下來呢 最主要是過去那幾天 其實圍繞了很多 少少利淡到內地的因素 一來就過去幾天出的PMI數據 不論財政或者官方PMI 雖然兩者還是在車邊叫做五寿流上 但是都慢慢不斷下來 甚至乎都比預期是頑皮一些的 大家擔心就是貿易戰的因素 可能在這個數據上面 慢慢地叫做發現出來 再加上始終昨晚大家看到 雖然美國很強 最主要就是美加兩邊 就達成國保美自由決定 但是這個其實 以中國的角度來講 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為大家都在怕 就是對貿易戰那邊 可能又不需要這麼快跟你在內地去談 又或者透過可能和加拿大 麥犀哥康復之後 可能又是做一步圍堵中國 雖然大家港股這邊 就藉著這些因素 加起來就比較偏離淡一些 短線來講 剛才提到的方向性就未必說這麼明 之前都講過 就是上個星期 但上五十天線 看到阻力之後 明顯地突破不了 所以我們暫時下面來計 短線先看著20天線 二萬七千二這些位置 受得住的話 這樣都算是區間 可能叫上落 但當然守不住二萬七千二 可能短線試一試 兩萬七這些關口 當然機會性都完全存在 兩萬七 好啊 我見到觀眾Amy Lau 都說今個星期沒有A股 是否沒有運行呢 暫時看著 可能二萬七這些水平 你剛才提到貿易戰的因素 大家都要看著 因為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 又說中國還未做好 跟白宮重啟貿易談判的準備 看到兩國其實距離 談好數仍然還是言之上早 再加上其實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看到內地公佈了一些經濟數據 看到九月製造業採救經理人指數 即是PMI的數據 無論是官方還是財新公佈的數字 都不是一個好消息 看到官方的PMI 就降到50.8% 是差過預期的 至於財新PMI就跌到50% 保持不到在50%樓上 就顯示了內地製造業 是未能夠延續之前 連續15個月的一個擴張狀態 看到內地PMI數字又差過預期 似乎預視著內地經濟前景都麻麻 加上剛才說的一些貿易戰因素 有些大行都認為 內地有機會加快回推一個寬鬆措施 去撐一撐內地的經濟 Ruffy 你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你說一個很大規模 扔很多水出來的一個方向 其實就未必那麼大機會 因為始終你說這刻 是不是去到一個很嚴重的 叫做經濟又走得很緊要 又或者在一個貿易情況 去到很嚴峻的一個地步 又未至於這麼極端 所以變相未去這麼壞的情況 已經走到這麼大的放水力度的話 也都害怕 比如早幾年這樣說 收不回 所以我覺得去到這一刻來計 又未至於這麼誇張 但明顯地的方向上說 會是穩定地逐步逐步鬆緊一點 或者跟行業去扶持不出奇 好像譬如由年中回來 其實看到內地那邊都很著力 加大一些基建的投放 或者扶持基建行業的發展 我相信其實都是圍繞這方向去先走 所以你說個別板塊 可能都有些受惠性推動 比如基建行業等等 但是你說整個大的方向 可不可以因為很大的放水 所以連A股或者很多人不同的板塊 連續去炒 我覺得這刻的機會性未至於太大 直到可能看第一個賣的情況 去到大概11月初 結束美國選舉之後 究竟的方向是怎樣 如果選舉完了之後 看到兩邊的貿易關係沒有那麼緊張 越來越好一點點的話 可能到時我試才會證明一點 好啊 但我看到其實上午 都是臨近半日最低位去收 Ravi 看到很多觀眾 譬如Sally Wong和Abby 都想問你下午的行指 怎麼看呢 會不會有一個反彈 還是要走得更加低 我想下午反彈應該機會性質不大 因為除非你說今天有A股 因為剛才提到 外這股彈都是靠A股去推動 如果沒有了A股 其實市場很難說突然跌400多 可以扰腰 就不用跌那麼誇張 但是你說會不會再試深一點呢 當然我覺得也未必有這麼大的可能性 因為畢竟今天回來 雖然開的那一刻不是跌那麼深 或者未至於裂口下跌 但是日內其實要跌越多之下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有機會短線都差不多 所以下午來說 可能都維持了7300附近 叫做拉拉居居 但是看看今晚回來 可能微股怎樣走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對明天開市回來廣股 可以有少許的推動 但是你又暫時整個大的方向 就未必那麼明顯 好 暫時可能27300點左右 就先陪陪著 但是整個10月又怎樣看呢 因為見到有觀眾 李璧家就說10月股災月 傳統 他就說看來中咒 但是有觀眾 汪卡星就說 10年8次的一個10月股災 他就說也有可能重演 看來很多觀眾都猜 10月這個傳統股災月 今次的命運都難逃 但是Rafi 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市場是否今個月都只可以向下走 我想又未至於這麼快這麼悲觀 當然以傳統經常說 就10月股災月 因為其實以降的10月 的確如果真的跌那一刻 很多時候猜你的跌倒也挺急的 所以形成大家有整個股災的說法 但是的確過去那10年來計 其實如果以過去10年 10月份的一個月份數目上說 反而升的次數是多的 其實是未至一面倒 完全沒有10月份都是跌的 但是只不過跌過幾次 真的跌得深才說到 所以大家會這樣擔心 但是你說這個月回來 暫時有沒有這麼負面呢 我剛才看到又未至於這麼差 除非你說短期來說 特別是慢慢當A股負責市 跌幅都是突然間又再加劇 甚至見到某月戰那邊 可能真的去到一個很負面的情況 可能再試那個26219 樓下的位置又不出奇 但是如果這些情況 都沒有突然間去到這麼負面的話 我覺得未至於這麼大的一個股災因素 因為始終畢竟港股由之前高位下來 都超過一兩成就多了 我覺得要反映的因素 不敢說完全反映了 但是都反映了大部份 所以我覺得只要未說一個很加劇 一個負面情緒的時候 其實暫時有港股 又未主要需要10月份 就得這麼深住了 好啦 大家都當然希望10月就 最好就不要說真的再應驗一個股災 我相信大部份都是想希望它升更多 其實大市向下 和大家看看一些板塊 Rafi 看到賭股其實今天都全線是向下 銀魚和永利都跌超過3%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了9月博彩收入數字 按月只是微升到2.8% 去到大約219億澳門元 雖然上個月賭場就受到風暴山竹影響 而是要停業一日的 市場都有定過心理準備 就是賭收回避拖低 但出到來數字都還是差過預期 野村就相信9月份賭收 就是受到黃金舟前夕 和台風山竹等的因素影響 但相信澳門賭業中長期需求是沒有變的 與其澳門10月的博彩收入可以增長到5%至10% Rafi 見到野村就不太擔心澳門賭收的一個中長線的前景 你預計賭收 賭顧今日下跌的幅度 反映了9月賭收的一個負面消息嗎 當然以今天跌 大家都知道一定反映了9月賭收 雖然曾經本身大家對9月賭收都沒有太大預期性的 因為始終有頭9月份 頭一個兩個星期看到一些所謂的數字 其實都預算是頑皮的 再加上之後都剛才你說了它打風的因素 大家都預算不是那麼好 但實質的結果出來 都比預期那個沒有那麼好的數字來講 都叫做更差一些 因為本身之前的行業最終股行都大約升了5% 但結果只有3.5% 那比預期差一些 所以今天跌就真的都合理和正常 但以今天來講 其實相對的跌幅 我覺得也不算是太誇張 例如說增長這麼慢 或者之前好像上個月中 當個別的行業看到前景這麼淡的時候 其實單日跌的幅度都不止2-3% 所以其實今天來講也不算是這麼恐怖 那我覺得不多不少 就叫做可能因為 現在都正值金黃金洲 那大家都覺得 因為始終於上個星期 看黃金洲今次那個訂房的數字 酒店訂房的數字 其實是挺不錯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憧憬 就是覺得人黃可能都黃得一些財 那所以未敢說 估得這麼明顯 那但是我覺得最終來說 你說可不可以叫有個很大的互相空間 整個那種長線我其實說真的看法就開始比較審慎一點點 那始終我都很害怕就是財政 就是不斷地再拖下去 可能不要說對內地經濟 或者對反人民幣也好 或者大家去賭那個意欲也好 可能不斷有那個削減 那所以前景就不是這麼理想 那但是如果要拼這個辦法 就可能純粹一些短線 一些跌得多之後 可能一些所謂的技術反彈 或者是黃金洲可能短線彈一彈 那這些就比較真的要貼視一點點 如果大家不是那麼貼的話 那我就寧願稍微去觀望一下 是的 如果是炒的話 都可能要短炒為主 但是如果觀眾真的想搏的話 其實會不會說 選賭股裏面哪一隻去搏會比較好些 當然要搏那個短線反彈 一定是選一隻所謂的波幅性大些 那我覺得都是一隻銀魚 會是大龍頭股來講 叫做比較好的手算 因為一向它對比金沙 就那個波幅是真的大很多的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 那個VIP戰比都比金沙為之大些少 那所以如果剛才提到大家在怕 就是我們經濟慢慢的 不是不行的 可能對那個VIP影響性比較大的時候 可能它的股價那個跌的幅度 都會是多些 那所以變相有好又不好 那你如果求可能短線上落 求進取營的 那銀魚會有一定炒作空間 但是如果你調回上面來講 你可能駁它都是上50元樓上 做過可能短線一點的上落 那下可能大概跌穿46元 哪裏都考慮走一走先 好啊 那大家就可以參考剛才Rafi的一個建議的寶柱 我們說完賭股之後 我們不如再看看 就是十一黃金周長假期 其實看到那些航空股 上個星期五都起飛過 不過有價值值上升 看到航空股今天都要降落地面 看到南韓、中韓和東韓 上午的跌幅都介乎4%至6% 至於11月2日開始 就收回燃油附加費的國泰 上個星期五升到5%之後 今天都要回途超過3% Rafi 不如我們先談談國泰 看到瑞銀之前說 國泰回復收回徵收燃油附加費 與其可以回答55億的額外收入給他 可以接近抵消今年以來的升幅 所以維持國泰目標 就看16元 看到高盛都說收回燃油附加費 是一個好的消息 相信國泰可以將高油價轉價給消費者 重新國泰確信買入評級 但是看到股價其實因為這個消息 都只是升到上個星期五一入貨 其實是否覺得油價升幅太快 加了附加費 是否都未必抵消得完呢 我覺得這樣說 其實國泰我者看法都比較正面一點 因為一來上個星期 當然炒它就是未來11月份回來 開徵燃油附加費的徵收 這的確對它的盈利方面會有一些幫助 再加上好的地方 就是過去幾年大家看過太太淡的主因 都是常說原油對沖那邊的虧損 是比較誇張的 的確以往它做的原油對沖的比率 比別人的行業平均一至兩成都高 它到達成四成五成 所以當油價這麼反覆的時候 對它很大的影響 但是很多的原油對沖合約 到夏年回來都慢慢是叫做原約 就是完了 其實夏年的比重會大幅度降低 而且尤其近期或者過去這一年不斷地攀升 反而它現在有了一些原來對沖的壓力反而沒那麼大 所以反而我覺得夏年回來 對它這方面的看法會是正面一點 所以我覺得郭泰其實你問到現在的部署的看法 我自己覺得偏正面的 但是只不過你可能短線來講 比上星期五這麼急 那面上今天回來借住可能整個市也好 或者整個航空板塊也好 做得比較差一點 稍微回回一點也很合理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中線來講 要試上13元以上的機會性 其實我覺得還是比較大 好啊 但是那些內地航空股又怎樣呢 Rafi 因為見到隨著油價持續上升 見到內地一些航空公司 譬如長鵬航空 深圳航空等等這些公司 都宣佈加收燃油附加費 見到就整個10月5號開始就陸續會加 見到摩通就說繼續看好內地的航空股 內地航空股未來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因為這樣而做好一點呢 還是都要繼續看著人仔的匯價呢 是的 反而你有內地航空股呢 雖然本業我都覺得不是太大問題 你看到航空需求其實是有的 即是他們公佈那些客運貨運量的表現 其實不是太差的 但是問題除了油價之外呢 他們面對另一個不確定性就是人民幣的表現 而人民幣其實是升級跌呢 這個都完全看回之後 要加上貿易戰去發展 那我都相信其實人民幣就算未必說急扁 可能穿測或者太誇張都好 但是要有很大的反彈呢 似乎暫時就沒有太大可能 所以變成人民幣都繼續偏弱的話呢 其實對幾隻內地航空股呢 都會偏不利一些 除了以這個如果選下去的話呢 我寧願國泰那個短線 或者中短線的空間呢 似乎加上內地航空股就大一點了 好啊 大家可以繼續看回航空股 可能就首選是國泰 可以參考一下 不如再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Rafi 因為剛才提到油價 今年都持續上升了一段時間 有觀眾Helen Wong說 油能否進入油股呢 看到今天883和857 都是表現最好的兩隻藍籌 Rafi 如果觀眾想進入油股 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進入的話 哪一隻好一點呢 其實油價真的很認同是挺強的 也相信接下來還會偏不錯 就算未必即時急升也好 不會說怎樣太大的回應幅度 因為始終有的需求 油始終都還在 再加上供應那邊 特別近期經常說的 就是伊朗那邊的制裁因素 可能都在怕供應會少一點 但是這些因素 我覺得對油股來說 沒有錯誤當然是你好了 但是始終畢竟油股 特別版面上看到三種油 其實反覆來的升幅度都挺大的 你說現在才追下去呢 就在怕真的遲了一點 所以這一刻 如果你要選擇這些相關的股份呢 之前都說過 反而我覺得後退一些油復股 可能都會好一點 因為一方面始終油價不會太弱 反而透過油價偏強之下 國別油企都加大開工 其實對於油復股的訂單都會是偏理上的 再加上他們的股值都比較吸引一些 或者落後一些的股價 雖然要追 我寧願油復股會比較合適一些 好啊 那我們不如再看 說完油股之後 不如就看看內房股 好啊 Raffi 因為見到很多觀眾正在問 當中有兩位觀眾問33333恆大 Mandy 10就在26個半買了恆大 他就說可否止蝕呢 前景是怎樣呢 還有Ellenman都問你怎樣看這隻股份 好啊 如果26個半買 我相信應該是早輪買下的 變相其實都收到息的權利 因為特別是上星期五就有個隨正因素了 派回過去的兩年過個幾息 那原來其實減回 就是當然錢是沒有收到的 但是你又有這個權利收了 那你其實扣回一個多的銀子 你買入價應該大概24個多 25元左右 但是怎樣找到 都是捱人的價格 但是就沒有現在版面上26個半那麼多 但是你記得到 一過完隨正之後 其實恆大股價的跌得都幾多 不如上星期五或者今天都是 那我最主要是始終前一派 撐了那麼強的主因 都是有個特別式 就是有個牌式的一個吸引性在那裏 但是一沒有了之後 大家就要看回本身整個內房的本業 但是如果要看回整個內房本身實際環境 之前又在說 可能北京那邊各備新的本 都要減價去貨 又或者有全國的樓花又不給賣等等 似乎整個政策面 不確定性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收入團還是有貨 有機會趁股價可能彈上去大概23元邊 可能都先走一走 這樣會比較合適 但是如果沒有貨 我覺得暫時就不容易大家考慮 好啊 即是如果有貨的23元邊 就去考慮止洩 那我們不如再看看另一隻內房 也有很多觀眾問的 就是2007碧桂園 看到觀眾想問 應該是買清楚它 還是爭持呢 反而另外見到觀眾 虛項Ellen Jenner 就想問你現價可否入貨 其實今日的碧桂園 也有很多消息 因為它出了9月的合同銷售案 也就增加超過3.8元 但另外還說回公司說 預料不會用多過30億元去做回購 看到今年年內其實都合共 已經涉及回購的資金 已經有超過9億 Ruffy 你覺得這個消息 對於碧桂園的走勢方面 會是一個壞的消息 以及如果觀眾說 現在入貨行不行 以及如果有在的話 應該是賣了他們的增持呢 我覺得其實暫時 就未必太過理想 因為始終 你說有貨 當然我覺得看起來 又是彈高一點去走 但就不要說增持 甚至說沒有貨都不要入圈 因為其實以碧桂園來說 一來他面對的問題 更加負面一點 因為之前剛才你說到 譬如傳緊 可能廣東那邊 的樓盤不給賣 其實對碧桂園的衝擊都挺大 因為其實他一向過去 就是所謂高轉的一個去貨速度 才構成這麼大的一個推動性 但如果真的這樣走的話 對他影響都挺深 更加放映他本身 雖然說想是不斷回購 但是反過來說 用公司的資金去做回購 其實現在大家的看法 不是這麼正面 畢竟內房都是一些資金回傳 就是需要資金比較緊的一些行業 但是你說不斷 樓又可能未必買得太好了 但是你又拿公司的錢去做回購 其實那個資金面的問題 壓力會是重大 所以其實出來 大家都不會解讀得很正面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覺得暫時的股價 都會是比較反覆去偏遠一點 所以如果有貨的話 能夠踏上10元邊樓上 可能都減一減 我覺得沒有貨也是一樣 雖然下跌了很多 真的不排除技術面 可能一兩天反彈它會有的 但是這些是一些比較高風險的操作 如果你不是求那麼短線的話 現在理解其實未必太合適 去買 好啊 即是沒有貨就不要碰 如果有貨可以考慮 10元樓上 即是10元附近做回減遲 好 今天就很多謝Rafi 跟我們解答了很多觀眾問題 想問你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過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Rafi 亦都多謝各位觀眾的問題 我和大家就跟進現在行指 開了市之後的表現 見到都是跌大約460點左右 就在27320點左右的水平 我們今天五視博 也就和大家談到這裏 下午4點半收視有解再見 拜拜